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荒年月 家里粮食肯定是不够吃的 久而久之 自然有人要做出牺牲 不管是出于自愿 还是出于强迫 最先被牺牲的都是老年人 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 天生都有亲幼的天性 既喜欢幼小而不喜欢老人 而人类的道德体系 要求人们要孝顺感恩 因而在正常的时候 一般都是家庭和睦的 不过 这种和睦一旦到了极端条件之下 比如饥荒 天灾 人们的本性就会被激发出来 这时 强壮的成年人会面临选择 食物不够 必须要放弃一些人 是放弃孩子 还是放弃老人 在极端条件中 道德的束缚被降到最低了 因而产生了牺牲老年人的惯例 现实中 多的是父母为了生病的孩子而倾家荡产筹钱的例子 催人类下 他又有几个子女为为重病的父母去倾家荡产的 从本质上来说 这就是生物的亲幼天性在作怪 因此 由于那地方地理条件 天灾频发 历来就和饥荒贫困联系在一起 从而古来就有放弃老人的习惯 到后来 这一习惯就成了习俗 估计是八十多岁老人已经完全没有劳动力 再加上这个年纪 大部分都会疾病缠身 而当地本就贫苦 所以呢 子女无力 或者说不愿意付出巨大牺牲去照顾一个老人 所以这种残忍的陋习才保留至今 而当地的老年人 祖上一辈一辈都是这么过来的 思想固化 认为自己这个年纪了 确实该死 反而不会去怨恨自己的子女 说白了 因为老年人同样会亲幼 希望自己的子女孙子过得好 因而毫无怨言 所以我一直认为 在人类道德体系瓦解的环境中 还能保持德性的人 才是真正有大德的人 这种暴露人性 恶劣本质的陋习令人触目惊心 以而新闻上也没有报道 只有几家小报纸有过报道 但小报给人的印象就是夸张和不识 所以大部分人看了可能会以为是杜撰 但是我知道是真的 因为我以前收山货的时候 有路过那个地方 当时正巧看到一副儿子流泪 背着同样活着的老母上山 周围有人吹唆呐 有人撒纸钱 当然 这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那地方现在已经通了公路 估计这种陋习已经绝迹了 当然 整个故事还没有完 在那些记者入村采访的过程中 为了采集证据 曾有记者偷偷地去八坟 即撬开盖在表层的石板 石板撬开之后 里面果然能看见尸体 但奇怪的是 尸体居然石化了 而且和身体底下山石结合在一起 十分地神奇 民间迷信的说法 认为这就是城地仙 即肉身与灵魂和山川大地融为一体了 张文怀疑这具拉不动的尸体 是不是石化了 我便想起了之前的见闻 但这会儿 由于距离隔得太远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探究 尸体究竟是不是石化 唯一的念头就是 怎么能将它胸口那个东西给弄过来 我们两者之间相距四十米左右 不利用探阴爪和捆尸锁 其实也可以架起一道绳索滑过去 不过比较麻烦 正想着 又有一波粽子登上顶来 站在平台边缘 准备往下跳 这批粽子陆陆续续 一共有八个 面目都是模糊的 挨个挨个地直直往下跳着 重复着死亡循环 看得人头皮发紧 心中发血 而就在这时 那第八个粽子 不知为何 竟然不跳了 站在边缘处一动不动 仿佛在等待什么似的 这个反常的粽子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一时间也没有去管那老师了 此刻他背对着我们 身上裹着亚麻色布子 脖子以上似乎挂着什么装饰品 但是看不太清楚 豆腐壮大胆子走到一侧 想看看这粽子在干什么 忽然之间 这粽子猛然转过了头 模糊的脸竟然逐渐清晰起来 那张脸也仿佛被一只手揉捏了一样 赫然变成另外一副绒毛 仔细一看这张脸 众人不由地倒出一口凉气 因为这张脸竟然和万事通 长得一模一样 万事通神色大变 显然被惊得不清 豆腐跳脚说 我靠怎么回事啊 而这时那粽子手就忽然往上一指 仿佛那上面有什么东西 我下意识抬头一看 上面什么也没有 黑漆漆的完全看不见 而就在他手指弯那一瞬间 整个人往后一倒 跌入黑漆漆的深渊之中了 众人面面相觑 神色各异 但没有一个是轻松的 连豆腐都紧闭着嘴 时不时小心翼翼地去看万事通 而万事通可以说是受刺激最大的 一个不知是软是硬的粽子 竟然忽然变成和自己 一模一样的脸 是个人都会觉得难以接受啊 此刻我脑海中冒起无数的疑问 那个粽子为什么会变成万事通的样子 这件事情代表着什么呀 它跳下去是 为什么指了一下上面 此刻周围只剩下空洞洞的黑暗 我们站在阶梯的顶端 不管看向哪个方位 都只有一片漆黑 万事通脸色很差 侧头警示专锐就说 当家的 这地方古里古怪 我有种很不祥的预感 他指了指那句作画的老师 说愿意到平台上去 将那句老师怀里东西取出来 替我们打探一番 事情告一段落 也好早早地离开此地 专锐自然不会反对 毕竟这些人都是他的手下 不是随便搭伙的外人 生命不敢儿戏 于是众人也不敢耽误 立刻重新搭起绳索来 我们花了半个多小时 在空中架起一条 四十多米长的绳道 这期间又有两皮粽子揍上来 但都没有再出现之前那种状况 勉强让众人安心了一些 由于锁道太长 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觉得不能去太多人 最后商议由我和万世通 过去查看一下情况 万世通挂上安全扣 握着绳索 双手交替往对面拉着 豆腐有些担心 悄悄对我说 老陈 这多高啊 而且锁道太长了 万一断了怎么办呢 万一安全扣除问题咋办呢 你又不是不知道国产质量 要不找个借口 让阴阳脸去吧 我看着豆腐紧张兮兮的神情 有些好笑 找什么借口啊 你就揉味道 要不淡淡也行 我总感觉心里毛毛的 感觉你这一去要出事 我发现你的运气特别差 每次下斗或者做什么决定 本来进化挺好的 但总是会出现变故 我先说要运气好 鬼舍之面的诅咒 岂不成水祸了吗 我对自己的运气已经绝望了 豆腐说的这一点 我自己也知道 我这个人做事向来三思而行 很少办错事 但这一年来 我感觉自己在做很多 明明是好的决定的时候 但是却变成坏事 索性后来都是逢凶化吉 也得感谢身边这些帮过我的人 为免豆腐担心 我安慰他说 前年中旬我破产 花了一年时间就打拼回来了 而且我智商高 长得帅身材又好 老天爷还跟了我一个 这么优秀的另一半 我运气好得很 别瞎琢磨 不理会豆腐继续嘀咕 等万事通到达对面 我也攀着绳索 开始往对面走 往下一看 下方是无底深渊 由于索道搭建得很浅动 每动一下 整条四十多米长的绳索 带着我整个人在空中晃荡 那种生命系在一根绳上 随时有可能跌入深渊的感觉 让人心跳加速 我目光直视着前方 不去看深渊 绳索随着我的前进晃得更加厉害了 这时万事通已经紧了紧摸尸手套 蹲着身开始摸尸 只留下一个背影给我 这会儿我才进行到一半 万事通忽然大叫一声 整个人站起来 并且往后退着 似乎发生什么变故 我心中咯噔一下 心说霉运来了 甩都甩不掉了 该死的又怎么了 而万事通这一退 整个人就退到原形平台边缘 若再往后退半步 只怕就要跌入深渊之中了 不知为何 我猛然想起之前 那个变成万事通模样的粽子 倒退着自杀的场景 煞时间后背一片冰凉 难道说 那是某种预兆吗 由于万事通这个危险动作 我身后豆腐等人也发出一阵惊呼 豆腐大声叫道 小大 你怎么了 别一惊一乍的 人吓人 吓死人呐 您刚才听到的是 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